中土公司是1983年进入罗王达市场 当时其实从我们前身是铁道部原油办公室 然后1979年的时候 然后改制成了企业 这样的话也就是改制没几年 83年的时候 然后国家有任务 然后我们就过来 当时是原建国家体育场项目 现在当地语叫阿玛呼噜 阿玛呼噜英语翻译过来是和平 和平体育场 当时体育场可能容纳25000人 在当时的规模 在非洲来说都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楼就是当时原建体育场的时候 然后我们需要生活区 需要零件 然后特批 然后建设了这么一栋楼 其实进去以后你们一看 都是这种跟以前那种桶子楼差不多 实际上这个楼建设于1988年 1988年 然后当时可能是几个月的时间 就盖起来 很多人在这里边住过 但是当时建好以后几年 94年的时候大屠杀 罗那大屠杀 当时我们的一群人在食堂那边正在包饺子 包饺子 然后使馆就打来电话了 这也是听他们说 使馆打来电话呢 说打仗了 当时没说别打仗了 说你们赶紧撤 当时反正这帮人就是收拾收拾东西 开着一个小车直奔布隆迪 因为这边的机场都已经封掉了 直奔布隆迪 他们是到了布隆迪以后坐飞机回得过 反正这一回去呢 基本上就是11年以后再回来 几十年以后再回来吧 一看 觉得这个还跟家一样 就这种感觉 回来以后陆陆续续的 晚上就接了一些项目 商业项目 包括一些政府项目 包括第一开始 我们接的最高的楼 KCT MACUZA SHOPPING 也是一个大的综合体 包括社保局的一塔楼二塔楼 包括SLB 这个财经学院 像这种国家吧 它方方面面 搞得比较正规 是吧 搞得这个政治方面 包括经济方面 它都搞得这个有板有眼 这种的虽然说的不太发达 但是我们其实 也是比较倾向于 在这边投资 小伙子 地外来 还没我们